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我們這一集要來處理之前留下來的問題 還蠻重要的可以帶大家一起來推論 我特別留了幾個看起來很像的題目 我就說我們不要讓學生有習慣被提醒記提醒 那要怎麼讓學生不要有習慣被提醒記提醒呢 就是你故意留很像的提醒給他 那是他必須要用不同的方式來去思考 為什麼呢 在這邊有沒有看到這裡 等長 這邊是這個地方是角平分 那所以呢會怎麼樣呢 這個是12這個是7 那他說要請問你這個B1 B1和這個是B1 這樣這兩個到底多長 那我們當然不用懷疑因為他平行是邊行嘛 所以這個地方是7 B1C這段是7沒有錯 可以嗎 那其實所以其實這個問題 不管是這一題還是這一題 這樣的問題其實主要都是在要你去思考這個C1 那C1會是多長呢 這樣子 那麼在這一題我們到底可以做什麼 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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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什麼 平行四邊行對角相等啊 我要C1嘛 對不對 我要C1 那所以盡量去思考跟C有關的 如果我們幫這裡設一個點叫P的話 那這個三角形CPE 這邊 因為平行所以會 這兩個角一樣 這兩個角一樣 那其實眼尖的話就看得出來啦 怎麼樣 這兩個角也一樣 但但是你這個時候你要說 我知道 ASA 那不對啊 為什麼 因為C1沒有 目前啦 C1沒有等於AB 我們還沒有推論出來嘛 所以你不能拿它當成條件 但是怎麼樣 沒關係嘛 我們還有一條等邊 所以是AAS 我可以證明出三角形 CEP 有全等於三角形 那這個珠對到C E對到A 珠EP 這是AAS 可以嗎 那其實如果你的 你當初取角的時候 你取這個對頂角相等 那你也可以用ASA 來去證明它是全等 所以也可以 不一定只有AAS 那這樣子於是 我就知道怎麼樣 CE等於7啊 那所以這個B1呢 它其實是7加7 它其實是14 那難道這邊就不是 10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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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了嗎 不是嗎 那這個 來看看 來看看這邊 好 這裡有沒有 角平分 然後有沒有平行 嗯? 角平分? 嗯? 平行? 有沒有我們之前常常在講 角平分跟平行會出現什麼呢 會出現等腰 那這個等腰要到哪裡去找啊 好 那你會發現 好 那你會發現 有沒有 這個角跟這邊是平行的啊 那這一條平行線被切過來 所以這個角跟這個角一樣 出現了 等腰三角形 對不對 那所以這一題呢 好 欸 其實不需要特別去求CE跟CEprong C 不需要特別去求Eprong跟Cprong 這一題呢 直接就會發現這個 它是等腰 為等腰 所以其實BprongEprong 在這一題它是 12 有沒有 這兩題不一樣 那你說我這題 那為什麼你剛剛沒有去試要正全等呢 那其實真的老師可以帶學生去試著去正全等 那因為你會正不出來 那我們這個時間有限 對那我都鼓勵去試啦 去亂試 那你在寫作業的時候 如果亂試沒有試出來 那如果我看到學生在試但是沒有試出來 我都會覺得說 嗯 這是很好的 本來就是要去試 那如果你看到角平分 看到有平行 就像我剛剛這樣 就想到說我們曾經講過角平分跟平行 大概就會跟等腰有關喔 那這樣也很好 更好 來看底下 我要如何去證明這個著色部分是 平行四邊形呢 其實這不難啦 因為他上底跟下底 就這兩條是平行的嘛 所以這個XX這個也XX 對不對 那 而且事實上怎麼樣 因為他是平行四邊形啦 他是平行四邊形 所以平行四邊形對角相等 所以這個對角角平分線 對角角平分線 分出來這個XX跟圈圈 其實是一樣的 對不對 那這個XX的話這個 就180-XX嘛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XX這個也是180-XX 那我們很容易 就可以取得他的這個對角 兩個對角相等 所以這平行四邊形 得正 這個 這個 他是這個 他不是像剛剛這裡是取角平分 他是把這邊取 這個等分線 那下面這裡也取等分線 題目露點 那這個呢 這個也可以帶學生證明 就是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他是平行四邊形的嘛 所以這邊跟這邊平行 然後這邊跟這邊又會等長 因為他等分線等分線 兩邊原本就等長了 一半也還是等長 所以這個就是平行四邊形 他是利用這個 一雙對邊平行且想等 這邊是用兩對角互補 兩對角相等 兩組對角相等 可以嗎 OK 來 那一樣 要證明這個地方是矩形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 我們前面有看過 我們前面的桌子有問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這裡平行這裡平行 這個地方一定會是直角 因為怎麼樣呢 因為這個 因為這兩個菱角互補 所以他們兩個的一半合起來會是90 所以這個地方會是90 那通常到底這裡也會是直角 這樣子 OK 然後呢 一樣菱角互補 所以這邊合起來是90 所以這個地方是直角 那這裡面對菱角也會是直角 然後這也是直角 那我就證出來了 四個角都是直角 四個角都是直角 對嗎 詳細的證明的步驟我就不寫了 因為就是這樣 下面要求這個x的度數 那其實這個直接用動手去算 這個70的話 這個腳70 這個腳也70 所以一個黑點點 這個其實是35度 35度的話 這裡90 但他又跟他賦予 所以這個是55 然後如果這個70的話 上面是110 對 所以這裡x等於 也是55度 可以嗎 那你會發現 欸 這剛好是腳平分耶 不奇怪啊 我們剛剛就說了嘛 腳平分線的話 連出來是直角的嘛 對啊 來看這個是常見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這裡也是一個 這裡也是一個 然後他跟你說 BFE是50 這個腳50度 BAD是87 其實喔 因為這種題目 就是每一個版本的教科書都會出 所以學生反而會 CDE等於30 CDE等於30 這樣子啦 然後最後問的是CED 可以嗎 那你CED有很多的求法 有很多的求法 CED 比如說你假如知道這個腳也可以 對不對 那這裡是有一個180-30 這個腳就會是CED 那或者你也可以怎麼樣 這個50 這個是130 對不對 然後你要試著讓自己取得這個腳 這樣也可以 那這個腳會是幾度呢 嗯 因為這個30 然後這兩 這個平行四邊行中 應該要零腳互補嘛 所以這個30 那整個 180-87 整個應該是93 93-30的話 這裡其實是63 那這裡63的話 那這個其實就是 117 也就是這兩個加起來 可以嗎 可以嗎 那於是呢 這個 這個腳就會是 這個360 360 -117 -130 等於 等於 2 360 -2 4 7 所以是 113 對 這個答案啊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這一集的核心齁 對啊 那這個要注意這件事情 T型的中線呢 是指兩腰終點的連線 三角形的中線是指 三角形到頂點到另一邊終點的這一條是三角形中線 那三角形的兩腰終點連線呢 就叫做 終點連線 好 兩腰終點 三角形的終點的連線就叫做終點連線 那T型的終點連線叫做終線 就是 我也沒辦法 如果我是教育部長就把它改掉了 但是 不是 所以就是了解一下這個名詞上有差異 我相信學生有的會搞混 但是就是要說一下 那T型的終線 也就是T型兩腰終點連線呢 我們先 先離開兩腰終點連線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說 已經知道E是終點的話 那麼 過E做一條平行線平行CD 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可以證明F這裡也會是終點 如何做呢 就是我們T型常常使用的一個方式 就是產生一個平行四邊形 對不對 那這樣子產生了這個平行四邊形之後呢 這邊會等於這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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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於是你就可以知道 這邊 這個E' G好了 H 無所E' 這個E'也會是 假如說拉下來這一點叫做C' E'也是B跟C'的終點 那於是這裡就形成了 我們剛剛之前介紹過這個 三角形終點 一邊終點做 對這個底邊做平行線過來 所以這個也會是這邊的終點 可以嗎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先說明了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是T型過一邊終點 對底做平行線 那過來的這個也會是終點 如果是T型兩邊終點連起來 那這條線會平行上面跟下面 那這個時候來去說明 這樣子要做什麼用呢 就是 這個時候如果上底是A 下底是B的話 那麼你的這一段是不是就是A 對不對 那接著這一段就是B-A 是不是這樣子 那 於是呢 這一段就會是 1 2的B-A 然後這一段也一樣會是A 都看得出來吧 對不對 那於是EF 它就會是A加上1 2的B-A 那放到同一個分母上面去 它是A 2分之 A放上去就是2A嘛 加B-A 所以會變成1 2加B 所以T型的終線 會剛好是上底加下底除2 那因為T型的面積是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2 所以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這個 與其講是新的公式 不如說只是一種 計算上的 的這個 特殊的特殊的現象 就是說 T型的面積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它的中線乘以高 因為它的中線就是上底加下底除2 然後乘高就會是面積 對嗎 這有點像什麼啊 這就像那個等差中向 對不對 等差數列的核是不是首相加末相乘以相數除2 那等差中向是首相加末相除2 所以就剛好是中線 所以你看我們等差數列的計算跟T型是十分的有緣分 十分有關聯 好 那來看下面這個情形 如果今天我是把它打一個叉叉 然後中間有這個連線 我一樣是對角 我們剛才是兩腰終點嘛 我現在是對角線終點 對角線的終點 EF連起來那會怎麼樣呢 好 那其實你如果把它延伸過去 或者是我們剛一樣 我先說過一個對角線終點做平行線的話 之類的你去討論 你很容易會發現 EF連線也會平行 AB和CD 也就是說拉過來這裡仍然會是終點 假如我叫做PQ 這個PQ就會是兩腰終點 因為E 假如我說E是一條對角線的終點 然後我做平行線 做平行於底邊的平行線 那麼坐過來這裡這個三角形裡面 這個就會是終點 然後我坐過來這個右邊這個三角形這個是終點 對不對 那麼既然這個是終點 這個又平行底邊 所以這個也會是終點 你就會發現這些終點是連成一條線的 那麼所以呢 所以 整條是 上底加下底除二嘛 那這一個 這一段 這一段是2分之A 對不對 在這個AB珠裡面 這一段是2分之A 有看出來吧 那這一段咧 假如說這個是A 這個是B 這個是2分之A 那這個咧 可以問學生啊 一定會有人打2分之B 但是不是啦 為什麼 他還是2分之A 對不對 那所以最後問的這一個 我要問EF有多長的話呢 那他就是 整條是2分之A加B嘛 所以他減了2分之A 又減了2分之A 就會是2分之B減了A 可以嗎 這個就是EF 又或者你也不一定要這樣震 你也可以怎麼樣 左邊不要管 底下這個 我們剛剛兩個都是2分之A 那怎麼會是2分之B 就是你把這裡遮起來啊 這一條 整條就是2分之B嘛 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 它的終點連線 所以這個是B嘛 這個是2分之B嘛 那你也可以用怎麼樣 2分之B減掉2分之A 對不對 那所以你也可以用2分之B減2分之A 那你一樣減出來會是2分之B減A 那這個就是T型的終點連線 那麼這裡有一個問題 大家想一想 我這個T型被SUTV 把它三等分了它的兩個腰 一個很一般的T型 但是它的腰被三等分了 這樣連起來連起來 那麼 如果上底是9 下底是15的話 請問ST和UB會是多少 那麼大家想想 那麼在這個大家想想的時候 我們來這個聊一聊 我個人對天文很有興趣之外 我個人對這個心理學很有興趣 那我們在電視上常常看到心理醫師 電影裡面常常會演 那個病人去看心理醫師 然後心理醫師又坐在那個椅子上這樣子 說說看你的夢境 試著回想你的童年 對不對 那其實這樣子的心理醫師 你在台灣好像蠻少的 台灣的心理科或精神科 那感覺好像都是用那種診斷開藥 填量表診斷開藥為主 因為其實這樣子我們剛才所說 你在電影裡面看到的心理醫師 即便是在美國 即便是在美國 他的比例也沒有一般的醫生那麼多 那因為這種醫生叫做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學派 大家可能有聽過佛洛伊德 但是我要說的就是說佛洛伊德的學說是很 很久以前的了 所以如果你 以為現在精神分析學派還是佛洛伊德那個時候的那些想法的話 那是錯了 佛洛伊德把許多的心理上的問題都歸咎到性 他認為人類有許多的生理反應是自我壓抑 壓抑什麼呢 壓抑他的性衝動 所以他認為許多東西都跟性有關 你假如做夢夢到這個鑰匙 就是你知道鑰匙有一根鑰匙還有一個鎖 那這就是一個性暗示 你假如做夢夢到一條蛇 性暗示 你假如做夢夢到一個山洞 性暗示 佛洛伊德把很多東西都跟這個性或男女之間的情愫 扯上關係 那到後來精神分析的領域有一陣子也非常的喜歡 講那個什麼伊比帕斯情節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個詞 那這就是在講說這個 男生都有討厭爸爸的習慣 然後因為男生在默默的都認為爸爸在欺負媽媽 然後總有一天我要打敗爸爸然後把媽媽拯救出來 那我要說這個都是很久以前的 心理分析的論點 伊底霸師情節 那你們現在會看到原因是因為他感覺很聳動 所以電影喜歡講 那現在的精神分析比較細膩啦 那他們喜歡使用的詞 比如說就是移情作用 什麼是移情作用呢 也就是說沒有那麼的 武斷的去認為說你的情感是從性 或者是從這個所謂的煉母癖 四腹情節 沒有那麼武斷的認為是這樣過來的 而是認為說每個人都會 難免對一個全知全能的可靠的形象有向往 所以精神科醫生他要怎麼樣能夠改變你的內心的潛意識 或者是他要喚醒你遺忘掉害怕的記憶 他要在你心中建立一個安定可靠的形象 那也許是類似於媽媽的概念 安定可靠 你絕對你在他旁邊非常的放心 你不用有任何的緊張 所以不用擔心說什麼話別人會討厭你 所以你心裡想什麼就說出來 那另外一種也有可能是什麼樣 他建立起一個權威的形象 我的話你絕對要聽你絕對要相信 所以我跟你說有熊老師不要再吃了 不要再吃了 你不喜歡吃漢堡 你不喜歡喝可樂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不能夠違逆這句話 但沒有那麼神啊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心理醫師他們會利用 但是他們也會控制這個移情作用 因為移情作用是有風險的 當我對心理醫師有這麼高的期待的時候 我認為他就是全知全能的時候 或者是我認為他很安定的時候 很有可能怎麼樣 我在路上看到他跟他女朋友走在一起 或跟他男朋友走在一起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你不是愛我的嗎 你不是我一個人的嗎 那個人是我的敵人了囉 這樣子 所以心理分析 就是精神醫師他如果用心理分析方式去面對病人的時候 他要避免移情作用帶來負面的影響 因為病人對他太過依賴 對於雙方是有害處的 甚至有一些病人他會因為太喜歡 被心理醫師治療的感覺 所以他變成他的病症一直此時不肯好 因為他反而害怕 如果今天我的某個症狀消除了 那是不是心理醫生就再也不會看我了 那所以專業的心理醫師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電影裡面會看到 你會發現他都冷冷的 那說說看你最近的感覺 你這幾天發生了什麼事 你會覺得他冷冷的 為什麼他這樣子也可以治療 那其實他冷冷的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 他要一方面施展他心理分析的專業 去帶你認識你自己的想法 另外一方面他要避免你因為被他治療 而對於對他有過多的移情作用 也就是使用移情作用和避免移情作用的副作用 變成是心理分析的一個專業 那於是就會讓別人很猜不透這個職業 那也會對他有很多幻想 我們可以之後再來聊聊心理分析的 和精神科精神醫學的問題 剛才的這個問題其實有兩個做法 在我們這個比較傳統 如果不要去使用太多我們還沒有介紹的觀念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這個設X 這個設Y 那上面這裡是一個T型 那關於這一點 就是說這個連起來會平行 那其實透過我們剛才所做的這個證明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怎麼樣 中間這裡再連一條 我在這個造型裡面再連一條 真的這個大的中線 那去一直連然後一直去不斷的比 你就可以比較出來發現他們是平行的 在我們未來學相事情之後 這個問題會很快的解決掉 但是就是在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辦法 直接用這個方式證 那所以這兩條會平行 這兩條會平行上面跟下面 那這個時候呢 這裡會有一個T型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9加Y是2X 又會發現X加15是2Y 對不對 去求解 去求解 所以上面 比如說上面-下面好了 上面-下面 下面 上面-下面 那我會得到這個2X-2Y 這裡是Y-X-6 對不對 你過去有沒有幫助 有啦 這個Y 得到Y-X等於2 Y-X等於2 可以嗎 Y-X等於2 Y-X等於2 也就是Y等於X加2在帶入 Y等 Y等於X加2 2Y是2X加4 然後移過來 所以X加4是15 所以X會是 我幫你們寫對呢 X是11 Y是13 好 這是這個問題 那 其實喔 我就說你透過反復的虧論 你就會發現 這個是11 這個是13 這個9 11 13 15 那 倒不是說它是連續奇數的問題 而是說呢 你會發現這個長跟這個長 剛好也就是9跟5中間的3等分 的點 假如一條數線 這個是9 這個是15 那當你這裡3等分的時候 這個就是11 這個就是13 那我們假如是評分的話 這個是9加5除2嘛 這個是12 可以嗎 所以我剛剛就說你如果不確定 要怎麼推論比較好 有一個很粗俗的方式 就是你一直不斷的評分它 把它分到很細 你就可以把每一條都求出來 就同時 同時你就會得到這個11跟13 對不對 這樣是12 然後這樣是什麼 10.5之類的 一直去求就可以 就可以把11跟13求出來 真的嗎 2等分 好像不行 算了 那這個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那這個4等分 其實比剛才的3等分更好推論 因為你就是真的求中線 再求中線和中線就好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呢 那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